哎呀好看好看 人们想想中的好看多了 哎呦你们 如果不是亲爷所见 我是万万不敢小心的 设计师花了老人 一生继续132万 居然造出来这么个房子 这是个假的梦想改造家吧 乍一看成品啊 我还以为是个红砖厂呢 难怪网友都在喊 你们对不起老人家 我看了一下节目 主要存在三点问题 第一点呢 设计师真的尊重老爷子的意愿了吗 老人带着设计师 参观过心仪的建筑风格 是套欧式的小洋楼 这和红砖平房的差距 还是蛮大的吧 第二点是 设计里有人文关怀吗 考虑过西北气候吗 做过世老设计吗 走廊没有夜灯 没有扶手 过道狭窄 四处是锐角 收纳的柜子好像也很少啊 还有厨房太小 不适合20口人过年做饭 卫生间也没有做干湿分离吧 这样真的会住的舒服吗 第三点是 设计师真的适合这份工作吗 看履历啊 这设计师主要做的是豪宅设计啊 但这期节目的需求是相见 性价比做到极致了吗 88.6万的土建必要吗 为了弃红砖花费这么多 合适吗 目前啊 节目组回应说 改造过程 有何委托人保持沟通 拍摄时的房子呢 也是还没有改造完成的 费用呢 是节目组和委托人 子女各承担一半的 对此大家都能接受吗 希望房子后续 能做出哪些变化呢 老两口住了一辈子的平房 如今子女众多 希望将原本的农家小院 改造成一套体面大器的别墅 不仅看着壮观 住起来也舒服 节目中 老人还特别提出 希望改造的房子有两层 不过 最终的改造似乎并不让观众 网友满意 从节目的呈现来看 房屋并未改造成两层的楼房 设计师非要以艺术为主 房子全部都采用红砖设计 且外围的红砖之间还有缝隙 不少网友认为这在西北的冬天 就是一个冰窟窿 一味想要艺术性 却忘记了要以人为本 说实在的 如果这是做一个美术馆 博物馆或者民宿之类的 相信会有很多人去体验一下 但是这只是一个农村老人 一直居住的房子 就不说其他的 从厨房就能看出来 设计师可能没有过农村生活 或者忘了 有这么丁大的厨房 在农村是真不够用的 老人及其家人笑不出来 此时发酵令人反思 我们不禁要问 房子的改造设计 是客户需求放在首位 还是设计师的艺术才华展现 更为重要 我们认为 消费者的需求啊 是我们真正设计的方向 设计源于生活 更服务于生活 您觉得呢 欢迎评论区探讨 并没有